非常複雜 看到那個道理長 真的是 在座的做人 實在是很感動 那我也知道就是 各位在座的是一個 拖壁當局的事情 因為連熊 他真的不會退讓 可是我們知道他不會退讓 我們更需要我們錢 那我想就是在這個美貴苦流的情形 那 我就就四個方面 來稍微講一下 從遠熊一開始 國大巨蛋到現在 大家一起來陸續 聞一些感動跟反省 那第一個呢是城市的歷史 城市的歷史到底是誰在創造的 城市的歷史 就我現在 從國內到國外 看到的其實都是居民在創造 也只有居民 才會珍惜 那 像遠熊 像市府 這樣一個高高在上的 共駕結構 歷史 對他們來說 沒有利益 所有部署的職工 跟社區的居民 其實希望 為這一代 能夠創造的就是歷史 那這一代的歷史 大概最少五十年了 那這些數也都是四五十年的數 一個百年的城市 怎麼可以沒有百年的大樹 那如果說東區 信義區 信義計畫的這個核心 是我們的台北市 首善之區的全球窗口 我們怎麼可以讓我們的大樹 在今天都被罷出 那未來 我們留給我們的子孫 我們的下一代 什麼樣的歷史 不管這一戰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這都是重要的 這都是 像剛剛 張教授說的 是非常高貴的高尚一戰 那第二 設計是另外 我是學設計的 那我在國外也教設計 我在美國待了快要二十年 在大家在談紐約 The Highline Park 可能翻作空巢公園 或高線公園 Highline Park 它其實原來是一個 廢棄在那個地方 二三十年 三十十年 沒有使用的 一個高價的鐵軌 而紐約市政府 在因為居民的不斷的陳情之下 決定把它變成一個公園 於是乎 這個公園的設計 跟這個公園的出現 使得紐約 不斷的在設計領域裡面 被拿出來說 Highline Park做得有多好 那二零一六 我們台灣 我們台北 是所謂的世界的設計之一 我們到底拿什麼樣的 深刻的設計去感動 世界來到台北的居民 來到台北的專家 學者來到台北的朋友 就是這樣子 把樹 就是這樣子 把樹一開 一般般的這樣的設計 還是我們應該重新回來 監討 我們如何用我們的設計 能夠去包容歷史 包容生態 那這樣的口號 其實每一個學者 每一個長官 每一個財團 都會講 但是誰跟你做 我們都知道遠雄 是台灣首一首二 最有條件做這樣的事情 一個團體的 因為他的資源豐厚 如果他真的要留民 設計師 他真的是應該要 好好的來思考 大巨蛋這一題 到底要怎麼解 因為 世界上沒有人巨蛋 是放在都市中心的 那這個是我當時 在做都市的都市委員的時候 就講過 紐約的鑰匹 其實並不是在慢發的 紐約的鑰匹是在發 所以這麼難做的一題設計 如果你可以把它做得精彩 如果你可以真的得到 社區居民的認同 那這真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雙語 而你為什麼不願意 那第三點是 國父紀念館的人會脈絡 其實非常有趣 其實非常有趣 我查了以後才發現說 直樹節三月十二號 是兩岸都共同的一個節日 三月十二號 不管是台灣或者是中國 三月十二號都是直樹節 直樹節是為了紀念我們的國父孫中山 因為他一直在提倡種樹 那今天道具蛋 坦白的說 是一個搬到國父的 那個領領的一個母親領族 那他為了搬家呢 他就把國父家旁邊的樹 都給拔了 可是國父呢 他其實畢生是立於國民革命之外呢 他非常注重生態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不去談的 那直樹這件事情 國父一直非常的注重 如果說 我們真的要創造一個 有人文 有生態 有歷史的城市 我們為什麼不好好的 一起來做這個難解的這一點 如果說 光富南路 因為接下來的 這個 還沒有定案的解約 所以會有一些未改的工程 也許也會動到大樹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一起來 開成不公的討論 到底什麼是合理的解決方式 而不是這樣隨隨便便的 以為小市民就可以 不要去領會 最後一點 也就是回到我們小市民 大巨蛋今天來到我們家 那我們不管有多麼的無奈 我們就只能接受 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事實上不是 因為他既然來到我們家 那來到我們的這個社區領域 我們就有監督的責任 我們就有監督的責任 不管我們今天接下來要怎麼走 我都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我都希望參與故事的每一位 可以繼續用不同的方式去監督這個大巨蛋 我們要監督大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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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監督我們的鄰居 是為了我們接下來的世世代代 我們希望在大巨蛋這一步上 我們真的能夠做到剛剛張教授說的 這個永續的綠色的城市 那剛剛我說的世界設計之地 那台灣台灣的居民 台灣的市民是絕對有這個水準 我們光是看太老花學運 我們光是看我們新一代的年輕人 是這麼進退合一的變成了暴民 我們就知道我們的市民社會已經形成了 我們其實已經在一個有公共的這個空間跟領域 來討論公共事務的一個社會階段了 那在這樣的社會階段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自己的領域能夠做為表率 特別是我們就是在台北市政府的旁邊 我們有責任 而且我們也有願景 而且我們更有能力這樣做 謝謝大家